再来关注澳门电讯网络大瘫痪 余波未了 有足用专线网络的电讯公司就表示 正在考虑是否向澳门电讯索赔 而同时批评澳门电讯没有投入资源做后备系统 而电信管理局就重申了 这次软件故障在外地也很少发生 目前最重要是找出事故原因 澳门电讯6号三局流动通讯网大瘫痪 不光自己的客户受到影响 就连其他足用CTM专线服务的电讯公司 也难以独善其身 数码通表示正考虑向CTM索赔 补偿大瘫痪期间三局服务中断损失 数码通同时批评CTM没有投资做好后备支援系统 而电信管理局就重申 发生故障的网络系统在外地也被广泛使用 一直没有不良记录 目前最重要是找出事故原因 其实备份软件无用 因为备份软件都是那套软件 如果原先的软件产生问题的话 备份那个软件都一样产生问题 他不会避免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其他地方没有发生 为什么在澳门会发生 究竟是什么导致会发生 这个我想必须要找出这个问题 陶永强承认在危机通报方面 有需要再检讨监管工作 另外电信管理局 未来会透过接纵等社会服务机构 向长者介绍3G通讯服务 同时计划联合各家电讯供应商 为有需要的长者集体更换3G手机 为7月6号全面取代2G网络 做好过度的安排 二位是马永飞 彭爱慈 张世伟 澳门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